去年五月 跟著孟大哥一行人 前往加拿大北方的小鎮 探訪他們學生時期 校園裡的傳奇人物 石秀師 總是用最簡單的作文表達 讓我們在同一塊土地眷行 總是身體異性帶領著學生 在台灣服務四十七年 回到已是陌生的故鄉 描揚原來新島 於是我們飛了過去 八十多歲的石秀師 和照片一樣 有著迷人的笑容 如同一開始就遇想到的 再一次的離別 總比見面困難